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个是咱们上期视频采回来的苔藓 虽然是从砖缝里抠回来的 但是有这么多也不错 下面告诉大家我是如何处理收纳的 我收纳苔藓都是用这个盒子 YYDS 谁用谁知道 那么下面先是垫一层青石 咱们给它找一下瓶 接着铺上一层水苔 水苔不要太厚 把这个青石盖住就可以了 接着是一层赤鱼图 赤鱼图也是薄薄一层 能盖得住水苔就可以 好 也找下瓶 接着呢咱们把土打湿 这个结构呢就是你加水 如果有多余的水 千万不要超过这个 下面的青石层就可以了 有很多粉丝问我这个白色的盘子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沥水盘 我处理苔藓呢一般比较喜欢用 因为你要是往上面喷水啊或者怎么样呢 它水会流下去 所以能保证上面是干的 怎么处理苔藓呢 就是把上面的杂质给它清除掉 这个咱们上期视频说了 尽量在野外采的时候就选那些比较干净的 然后有杂质呢 也尽量在野外你采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 那么我们回来以后就是扣一扣细节 看看哪里还有杂质的话就再清理一下 反正是越干净越好 如果挖回来以后它这个土比较厚的话 那就简单的给它去掉一点 但是不要去的太多 你去太多的话这个苔藓容易散 好 OK 这一盘就搞定了 好 下面重点来了 这个是多菌磷和土虫镜 土虫镜呢我们给它喷到土上 目的是要杀掉那些咱们肉眼看不见的虫卵 这一步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不做的话等将来小虫子爬出来 那就尴尬了 然后多菌磷呢是喷在苔藓的表面 这两步做完呢就OK了 接着就是把我们的苔藓整齐的摆在盒子里就OK了 轻轻的放上去 然后再轻轻的压一下 我感觉咱们挖回来的苔藓 把这盒放满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感觉有点拼七桥板的意思 非常好玩 现在呢因为我们是一条一条的 扑上去呢你可以看到明显的缝隙 但是你养一段时间这个缝隙会慢慢慢慢的没有了 到时候就是一整块 看着非常漂亮 好接着咱们把剩下的苔藓也处理一下 这剩下的应该都是从砖缝里抠出来的 再加上当时我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 我感觉非常的干净 这个呢就直接喷药了 看着意思肯定是没问题啊 绝对能放满 绝对能放满 OK搞定 居然还有富裕 看看哪里有缝隙 然后再填一点 好这样就搞定了 那么后面就直接养在这里 如果咱们平时做围井观要用的话 用多少拿多少 剩下的就依然养在这里 非常的方便 最后呢再喷一遍堕菌林 看着一片青青草原 放两只小兔子吧 那么你们野采苔藓回来是怎么处理和收纳呢 就算了